加拿大軍方表示 皇家空軍的遠程巡邏機 在國際水域上空執行監視北韓任務時 遭到中國戰機的頻繁騷擾 框森宇報導 路透社引述加拿大軍方 星期三一份聲明指 皇家空軍一架遠程巡邏機 CP-140 Aurora 參與偽紅行動 這是聯合國防止北韓發展大規模 殺傷武器行動的一部分 而從4月26日至5月26日 巡邏機在有關國際水域的上空執行任務時 就多次遭到中國戰機的近距來騷擾 明顯違背了國際航空安全規範 面對潛在碰撞危險 本國軍機被迫迅速改變飛行路線 吳聲明補充說 中方軍機的這種行動頻率越來越高令人擔憂 北京對上述的指控暫時未有評論